武汉城市地标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北域的黄鹤楼 10月1日起开放夜间体验 当晚《夜上黄鹤楼行径式光影演义》正式亮相 这也是黄鹤楼1985年重建落成以来首次开放夜间游览 《夜上黄鹤楼》以黄鹤楼为载体 选取园内八处景观 通过动画、音乐、投影、激光等手段 加入真人实景表演 重现《心事孤酒》、《催礼提诗》、《岳飞点兵》、《仙子奇舞》 以及《黄鹤楼变迁》等故事场景 得知黄鹤楼开放夜间体验 在武汉生活多年的徐颖第一时间预约游览 当晚带着家人在这里过中秋 他表示武汉人对黄鹤楼有着特殊的感情 看到这里恢复如常既感动又欣慰 正是因为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疫情 再重新过来看黄鹤楼的话 更加别有一番感动 因为整个就是武汉包括全国人民 都有一个共同对抗疫情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有一个从我们疫情到 疫情期间到现在全部的重建 包括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看黄鹤楼 在疫情期间完全是难以想象的 武汉的快速复苏 离不开广大医护工作者的无私付出 为致敬抗疫英雄夜上 黄鹤楼行进式光影演义 面向全国医护人员免费开放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然后今天是通过那个预约的平台过来的 尤其对疫情之后 武汉市的这个所有的经济恢复 然后旅游景点的一些这个足部的推荐都特别有感触 觉得再加上今天第一次来嘛 也对我们武汉市觉得特别自豪 据该项目总导演刘飞介绍 不同于传统夜游和演艺模式 夜上黄鹤楼采用光影加演艺的方式 打造沉浸式场景 场景演出融入光影之中 游览不设传统观众席需走动观赏 游客穿行在一幅幅光影的历史画卷中 品味黄鹤楼的前世今生 根据考证 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曾旅回旅间 现代黄鹤楼在明清结构上重建 于1985年对外开放